大家好 歡迎光臨 恭喜 我剛剛很難過你知道嗎 因為你剛剛為什麼沒有謝謝我 沒有 我跟Jeffrey 我跟Jeffrey其實是在 大概20年前 20年以前在珠海那時候 跑雷諾方程式 然後一路從小到大 現在都為人父母步入中年了 那 all man 你要把一件就給我 然後呢 但是呢我對Jeffrey一直很 我覺得很配給他也是 因為賽車其實大家看來都是非常帥氣 旁邊不時有個衣服 然後開了很棒的車子 在賽車上很有英姿 但實際上我們比賽真的是相當辛苦 經過許多的訓練 磨練 很多的抗壓性能夠達到冠軍 甚至比賽 那 其實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經 健退賽車了 已經步入到 到這個管 就是管車隊各方面的 那甚至Jeffrey在 10年吧 也在我們很多車隊裡 拿過週期樂榜的冠軍 然後我們也配合了蠻多 其實蠻開心的 所以我對於Jeffrey 我覺得真的 成功不是沒有道理的 成功是可以堅持到底的 今天他做到了 他堅持著他的賽車棒 一路走不過來 所以謝謝你 恭喜你 謝謝 謝謝 怎麼那麼深色 別這樣 對 因為我來騎著你 其實我從小就被你撞到這樣子 所以 我們兩個永遠都是排位在那排帶一起 一前一後 然後呢每次洗泡前 他都會來問我 下次下次 待會要怎麼跑 你要跑哪一邊 我說前面這麼多台 我怎麼知道前面會怎麼跑 到時候再說 他也很緊張 對 因為我們雖然是好朋友 可是我們在場上也是 競爭非常積極 所以我們不想輸給誰 所以每次都搞在一起 我們就是一起下課 那也是 還好他就是最終專跑到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這樣 生存下去 所以因為我們這樣 所以現在未來 希望我們在今年能夠拿到 更好的家庭 然後當然安全一點 好 謝謝 謝謝 好的 再次掌聲謝謝 謝謝 謝謝余智英 也請余智英燒做休息 好 今天很高興 我們都有這麼多人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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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